我要看羈絆 技能之前都已經出過了 羈絆才是重要的 其實主要看羈絆 招牌剩下五破片 五級是清兵的五級沒什麼變 然後三十級 這個也很簡單 十五的話是三至一 所以前三個都沒有什麼太困難 二三是什麼 光無改 那就是那個寄命線 那就是 跟這裡一樣 真功之一跟其他也沒有 幾半 他就是兩條線塗滿 就可以把這兩個親密打開了 所以說 他算 簡單 好處理的 他的技能 就有這個 居合一閃 跟空鬼一樣 對 連動腳應該都是轉直開羈絆 他就是 修正 你用其他角色幫忙解羈絆都好處理 可以召喚黑漆十四 連動都是要開雙線 10% 就是生命石 攻擊石 魔王石 他就是有那個 櫻花武裝 就是光之迴響的 他這個是光之迴響 修正怎樣爛表情不好驚訝 他這麼強 修正角再高的話 那什麼啊 其他人還要混嗎 他已經可以先攻了耶 如果可以跟神劍連動我一定報抽 他已經可以先攻了之後 他的修正角又很高的話 而且 他這個加10 最後等一下 可以看看有沒皮膚 之後羈絆 羈絆的話 對他羈絆 這個是加攻擊 所以他這個也是加10 這個修正也加10 屬性提高1 所以說他這個只好這個加10 這個屬性也可以加10 之後他的那個 這個 兵種就是黃熱嘛 天晴嘛 暗黑嘛 這三個是他的 有限定地形嗎 這三個是他的那個什麼 那個 練兵場的兵種 之後其他的是 其他的是他的 對啊 之後他光武這個就是移動式 移動式 之後有個百 百花流亂 他有個移動式 可是他並沒有寫說 怎麼樣越野 因為他這邊都沒有寫 沒力修正當然的 對 最後 這個破血這個就是 沒什麼特別 他就是 血佔陽影而已 所以這遊戲還是沒有破壞平衡 主要是這個百花流亂是在光武 可是 因為你要 你要練那個 羈絆嘛 所以你兩條線都會走 所以其實沒有差 所以你基本上兩條線都會練滿 兩條線都會練滿 兩條線都會練滿 可是我覺得 升公四鷹應該可以抽 因為他那個先公看起來真的